2次元的成人作品 大家好我是鍾子通 這次要介紹的是2次元的成人作品改編 那一般我們提到2次元改編 尤其是日本的2次元作品 通常我們都會講一句叫 慘遭真人化 有時候是人物 有時候是劇情 重現度往往都是差強人意 甚至始終粉絲只能求改編時手下留情 不要摧毀他們的美好回憶 那成人作品在改編上其實有一個優勢 覺得改編就算不像 那起碼還是可以存欣賞裡面的肉搏戰 這次又推薦一些個人覺得不錯的成人作品改編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首先要介紹的是 已經有非常多部改編作品 只要是提到這個類別 就不太可能錯過的克林森老師 他是一位在同仁業界 已經活躍超過20年的老牌畫師 當我還在叛逆期 未滿18我都點已滿18的時候 就已經看過不少老師的作品 那他在業界就以超高產量以及千篇一律的劇型著稱 作品基本上跟搜查官算是同一個套路 就會都是女主角探查地下組織 被反派用陰損的招式擊敗後 就靠著藥品或是機械讓女主角陷入快樂的深淵 好不甘心但是好有感覺 這個台詞的出現機率大概跟 難道不認得魚之龍眼的嗎?差不多 雖然實用性差強人意 雖然實用性差強人意 但算是我相當早期的啟蒙作品 那他也在出道20年後以Vtuber的形式開了一個頻道 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他的著作改編作品當中 我個人會推薦的是這支Moodies的15週年紀念作品 MIMK-039 陣容可以說是相當的豪華 不過造型就見仁見智 以及沖田信里這支MIMK-044 同時也是Moodies給他的隱退作品 還有高橋聖子的MIMK-055 都算是相當的實用 那Moodies其實有一個分類就都是在拍這種改編作品 像這支MIMK-002 終生靈子這支護理師題材的改編 我覺得就相當的到位 更猛的是這個原作連出三本 改編也改了三部 真的是誠意滿滿的 然後看到MIMK-052-054 春菜華演出這個系列 他的原作我個人有買單型本 全彩的 實用度很高 那我必須說雖然春菜華這幾年身材走中很誇張 但他很意外的相當適合這部改編作品 所以Moodies也是安排他連拍三部 最新的一部二月會上 接下來這部MIMK-057 可以說是NTR系列的經典教科書之一 女主角天野美優 個人有性採訪過本人 只能說青春的肉體就是棒 身材好人也蠻可愛的 那回到作品本身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去看原作一下 把那個金毛的手法跟女主角的心境描寫得相當棒 當然只是想發現一下的話 看片也是相當足夠的 以及這部是MIMK-069 追明空演出這個國王遊戲真人壞也算是我蠻印象深刻的NTR作品 但是看得很火那一種 首先就是女主角也就是追明空 其實根本不知道男主角的心意 頂多只能算互動不錯 男主角這邊根本就是一廂情願 還以為女主角會自己投懷送抱 到最後跟另外一個女孩搞在一起的同時 竟然屌在曹寅心在汗 根本不值得同情啊我說 然後是MIMK-070 我覺得應該蠻多人是透過這部認識身田勇美的 因為那個廁所裡的花紙造型真的是讓人十分之難忘 擔任本片男主角的驅魔師外型是相當野性 簡直就會快打旋風的豪鬼跟桑吉爾夫的組合 還有這部七折美亞MIMK-079 老實說我覺得七折還是演出那種 小惡魔類型的角色最有感覺 但是偶爾看他全是這種無口氣質型 也是比有一番風味 以及看到這部MIMK-082 小田優的這部改編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本作的文本 雖然畫風稍嫌潦潦草 但實用性意外的好 真人版由小田優演出那精彩度也不用我多說了 那還有一家片商也相當熱衷於這種改編作品 就是熟女片商Madonna 當然他們選上的作品幾乎都是人妻熟女相關的題材 首先這部URE-056 岳山洛衰老師也算是實用性不俗的作家 之前也曾經介紹過由吉爾夫利艾扮演的理髮師作品 那這是這部真人改編 找來資歷相當深的熟女女優友田珍惜演出 我個人覺得人物的重現度其實... 普普 畢竟你要找到真的身材這麼猛的熟女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把這部當純當肉片來欣賞 我就覺得...欸?相當棒 那像是URE-062 白石媽媽這部作品 其實我把它當成是溫泉系列在看 也是一部出色的作品 那個身材跟分鏡的重現度 個人覺得恰到好處 尤其是最後一段的女僕裝 老實說我覺得白石現在應該比較難接到 這個裝扮的劇本 所以算是意外驚喜 還有像是URE-030這部的原作者有不少作品都已經真人化 但是作品基調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看一個外表看似小孩 智慧卻過於常人的屁孩 把它看上的女性全都調教成他專用寵物的故事 除了這兩家片商之外 《業界龍頭》S1其實也有不少部改編 像我之前就介紹過 《明日花》跟《天使萌》的真人化作品 尤其《明日花》 外型真的把那個3D的塑膠材質重現得很棒 那像是REON也有演出這個3D動畫改編的作品 《SSNi-053》 我只能說不愧是REON 連原作髮型都不肯重現 果然是個不落俗套的女人 但是即使如此 在身材造型上 那個重現度還是做得相當好 而且不管是不是真人化作品 REON拍的應該都沒有不看的理由 看就對了 那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在一月精選 而介紹一部雨孝美琴的改編作品 我猜S1應該是真的很喜歡那個作者 因為在這之前 就有一部改編至另外一個作品的 《SSNi-850》 這部的題材是男主角收留一個桃家少女 那因為營養不良 骨瘦如彩 男主角就用食物跟他的愛心來灌溉 馬上就養成了相當的肉感 變化之大簡直像是不同人 最後結局也是相當圓滿的 那還有小島南演出這個調皮女僕的作品 《SSNi-117》 相信只要有在Steam這個平台買遊戲的朋友們 收藏庫裡面有很大的機會 都會有這部作品跟他的續集 個人覺得可以說是Steam的黃油當中 絕對不可錯過的超實用經典 如果還沒有 現在卡就給他刷下去了 沒有像Fitch其實也有幾部 二次元改變的作品 那我個人覺得重現度最高的 就是君老美序的NIMA007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封面 真的是吻合度高達8成以上 不過重現度太高也是扣分的原因 因為那個老人實在太猥瀉了 那還有像這部TMA出品的28ID-038 主題就會描述男主角得了一個怪病 只能選擇住院治療 想不到這間醫院每個護理師都會性格 惡劣到極點的變態 那他就只能這樣接受五情玩弄 其實這作品我會很有印象是因為 亞馬遜把這部的原作歸類在醫學類書籍 那今天的最後一部作品就是AVOP-381 這部的原作據說賣的是爆炸級的好 但是那個內容感覺是爆炸級的糟糕 就是如果你把這部放在你的筆電裡面 大概入境歐美機場就會出事的等級 那真人化改編也請到了 安部衛華子跟公哲遊相裡 我只能說這真的是犯罪氣息很重的一部改編作品 好那這次的介紹到這邊告一段落 老實說我選出來也只是滄海一束 真的還有很多相當優秀的改編作品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再找時間介紹給大家 也希望這次的作品大家會喜歡 謝謝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影片的話 請務必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追蹤最新影片 謝謝大家 啊 alright 啊 啊